一口气看完中国明朝276年历史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个朝代 但同时也是历史上最具有魅力的帝国之一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他建立大明帝国后改帝号为红 同年朱元璋任命徐达和常玉春为正副统战 同时率领25万九经战阵的大明雄狮开始北伐 他的目标直指元帝国的新藏元大陆 而这时的元帝国早已是穷途末路丧尽人心 也正因如此明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就以精兵临援大度 当元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帝妥欢铁木尔 看到明君来袭时也只能仓皇北逃 而明君则兵不血刃就收复了唐末以来 沦陷了400多年的燕云十六州就地 元帝国也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权退出了历史舞台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帝国则占据了 此后276年的历史中心舞台 1399年朱元璋去世 根据他生前制定的有狄历帝 无狄历长 胸中帝级的继承原则 他的皇位由他的长孙朱允文 即建文帝继长 但也为建文帝文弱 仅在位四年就被自己的私属 即朱元璋第四子朱帝武装夺权 于是到了公元1402年 朱帝就成为了大明新的主人 史称永乐大帝 也为篡位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罪恶感 为了摆脱这些罪恶感 朱帝迫切地希望开创文质武功的大盛世 以此来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 于是在朱帝在位的22年里 便是大明帝国国事最盛的22年 在朱帝时期 大明不仅收复了五代以来独立的中南半岛 还开启了正和下西洋的壮举 朱帝还在东北设置了努尔甘独寺 将东北女真诸部纳入中华大家庭 除此之外 朱帝还亲自率军五次征讨打打 瓦剌乌梁哈诸部 捍卫了大明帝国的北疆安全 1424年朱帝去世 他的嫡长在明仁宗朱高赤继位 然而朱高赤只在位十个月就因病去世 1425年朱高赤的嫡长子 朱帝的好圣孙朱瞻基继位 是为明宣宗 朱高赤与朱瞻基在位期间 与民休息并减少对外征法 史称人宣之治 这也使得大明的国力达到了顶点 1435年 年仅36岁的朱瞻基去世 年仅十岁的朱瞻基长在朱祁镇即位 是为明英宗 也为父亲早逝 朱祁镇自小便缺少父亲的管教 以至于他养成了信任宦官的恶习 最终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户之便 这也致使大明帝国由圣路率 而他自己也被瓦剌人俘虏 成为了大明帝国唯一被俘的皇帝 土木户之便后 朱祁镇的弟弟朱祁玉暂代皇位 是为明代宗 在朱祁玉在位的八年时间里 他重用明臣于谦 因此大明也略有中兴之相 1457年朱祁玉去世 朱祁镇复辟后再次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统治者 朱祁镇上位后重用曹华春 史亨 徐有珍等明臣 同时他还将于谦杀害 极为著名的曹使之乱 八年之后朱祁镇去世 他在临终前废除了殉葬之物 这也算是他一生之中少有的闪光点 朱祁镇接手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帝国 但是他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乱糟糟的烂摊子 1464年朱祁镇的长子朱建森即位 是为明宪宗年号称话 也为后世小说的演绎 朱建森成为了信任宦官 沉溺久色 留恋后宫的荒淫之君 其实抛开朱建森的生活作风问题不谈 他在位期间对女真部实施的 称话离庭军事行动 使得女真崛起的时间 向后推迟了一百多年 1487年朱建森去世后 继位的是他的长子朱又棠 是为明孝宗年号洪志 朱又棠在位的18年间 奉行着无为而至 与民修习的政策 也因此大明进入了 在土木铺之变后难得的太平时光 只可惜好人不常灭 年仅36岁的朱又棠于1505年去世 至此洪志时代结束 朱又棠去世后 即位的是朱又棠的长子朱后照 是为明五宗年号政策 朱后照简直可以说是朱又棠的冤家 也为在他上位之后 所施行的所有政策 几乎全是为了和自己的老爹对着干 只不过朱后照的军事才能结束 或有他的先主朱蒂的风骨 朱后照在位16年就去世了 年仅31岁 也为他没有自己的儿子 也没有亲兄弟 所以他去世后 皇位由自己的堂兄朱后总继承 是为明氏宗年号家境 朱后总在位的45年时间里 北右打打骚扰边境 南右倭寇肆虐东南 史称北鲁南卧 其实朱后总的个人权谋可以排得上 明朝皇帝中的前三名 但由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稿权斗和链丹 这也使得国事反而更加衰退 1567年朱后总去世后 他的长载朱仔后即位 是为明墓宗年号龙庆 朱仔后在位6年 他重用内阁并开放海禁 以此修复与达达的关系 也就是有名的龙庆开关 而这也使得明朝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 1572年朱仔后去世 年仅10岁的朱义军即位 是为明神宗年号万里 朱义军任命张居正担任内阁守法 同时实行改革 即一条边变法 这些举动使得大明国力大增 俨然有忠心之下 朱义军在位48年为明朝皇帝之罪 他在位期间 平定波州杨英龙之乱宁夏之乱 还进行抗日元朝战争 也就是史称的万里三大争 然而这却是大明最后的辉煌时刻 万里47年 明军在萨尔谷之战中惨败 后今努尔哈士绝技 一年后朱义军去世 大明也进入了倒计时 1620年朱义军的长载朱常洛即位 是为明光宗 然而他在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去世了 同年朱常洛的长载朱油教即位 是为明西宗年号天际 朱油校在位期间 后今在辽东持续推进 中原民便如火如荼 而朱油教也不惜政务 反而酷爱慕将国 继位后的他将朝政大权委托给宦官位忠贤处理 这也导致大明的政局更加的混乱 1627年年仅24岁的朱油教去世 也为他没有儿子 所以皇位便由弟弟信王朱油俭继承 年号崇祯视为崇祯皇帝 朱油俭在位17年尽心尽力地对大明做出贡献 然而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最终在中原李自成和满清皇太及 波尔滚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 朱油俭不愿屈服于他人 于是他便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了眉山的一颗歪脖子树上 他也兑现了他的君王死设计的诺言 至此大明帝国灭亡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被消灭 大明帝国灯国灯国灯离 也许法原理